他是郭德纲口中最丑的徒弟 站院子里狗都吓一跳 也是外界传说中给师傅拿水杯的人 看似是一个咋咋呼呼的硬汉 实则也是一个泪窝子极浅的大男孩 舞台上的他控场能力十分厉害 年纪虽然不大但是责任心极强 身为舞队的队长 他就是师兄弟们的大家长 队里的业务一把抓 很多优秀的小角都是从他的队里走出去的 这个人啊就是郭德纲儿徒烧饼 烧饼的本名叫朱建峰 一名朱云峰 因为儿时有小雀斑 郭德纲就说长得像带芝麻的烧饼 也是一句玩笑话 结果一直叫到现在 真正的一名反而被遗忘了 劫时得云社 烧饼从小就不爱学习 唯独喜欢曲艺 他父亲也希望他长大以后能有一技之长 但稍微好一点的曲艺师傅都在北京 和家人商量后就决定北上学艺 因为人生地不熟 中间也走了很多弯路 刚开始时 跟人学习杂技 后随来宝刚 学习快板 2004年 机缘巧合拜郭德纲为师 学习相声 成为了最早一批 跟着师父的儿徒之一 从小就在师父家住 给师父遛狗 卖票 捡场 伺候茶水 性格特点 烧饼从小就是调皮捣蛋的那种熊孩子 没有一天不惹祸的 郭德纲见到他的第一面的印象就是 来东北混蛋这是 不会说人的话 你谁啊 跟谁都这样 跟着师父后 依然本性不改 每天去郭德纲家里告状的人都没断过 到师父家 从楼上顺着楼梯滑下来 把楼梯都玩坏了 因为好奇 跑去跟狗抢饭吃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没闯过的祸 但这样的性格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 当初啊 德纲社的小剧场 人满为患 还可以家座的时候 缺板凳的时候 就需要到处借 这是其他徒弟都办不了的事 只有烧饼能借来板凳 那会儿德纲社初期嘛 那会儿 监管力度也不严 三百多人去场 我们能卖七百多张票 然后就是门口 所有小商贩的凳子 我们全拿进来 饭馆的椅子全借进来 烧饼负责这个 门口那个 你买什么毛鸡蛋的那个 刚一站起来拿东 他把这凳子给拿走了 人家还不心跟他挤眼的 大家都灌熟了 也就是烧饼脸皮厚 跟什么人都能打交道 风格转变 小时候烧饼奶声奶气 特别讨人喜欢 青春期倒仓 变嗓子之后 就成了这个破罗一样的 沙哑嗓子 虽然老天爷不赏饭 但烧饼跟老天爷强行 要了一口饭 不但没有自暴自弃 反而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不知道是不是被师父的话 刺激到了 现在的烧饼 逆袭成了 施瓦辛格式的健身美男 虽然声音不好听 颜值也算不上多高 但身材和气质 却完全不同了 而且他相声基础 打得牢靠 不断把时尚元素 加入相声中 在德云社的演员中 只有他经常穿着西服 说相声 形成了一种 自己的风格 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喜欢 业务能力 烧饼唯一的缺点 就是嗓音嘶哑 音量大听着噪 别的毛病就没了 很多人说 八马罐 郭德纲和于谦 两个人压不住烧饼 德哥认为 这正说明烧饼的相声天赋高 烧饼那场 看似满场飞 但是效果是一流的 能让观众开怀大笑 郭德纲 于谦 和好几个徒弟 都说过八马罐 论火爆 论现场观众反应 烧饼这场 算是拔得头筹的 而且创作水平很高 脑子转得也快 和大林一起参加的那期 花花万物 脑子转得太快了 不让大林吃一点亏 该说话的时候就说 不该说的时候 一句不说 节奏掌控得很好 离开德云社 关于这件事 心粉一般不太了解 当时曹某人走的时候 也鼓动着烧饼 一起走 烧饼那时候 年轻 讲义气 看着一起长大的师哥走了 脑袋一热 就也跟着走了 那时候 烧饼父母 听到他离开德云社的消息之后 就连夜 从哈尔滨赶到北京 对着烧饼 劈头盖连 打了烧饼一顿 连鸭带碾的又带回德云社了 而当时的郭德纲 看到烧饼回来了 不但没有责备 让他继续留了下来 在之后 对于曾离开这件事 也闭口不谈 而且一如既往地信任他 虽然拿水杯的事被辟谣了 说我在后台演出 水杯必须是烧饼给我拿着 别人拿着我不放心 我一算 我这一年跟烧饼同台就三回 我不得渴死吗 再一个进了后台 没有外人 我防谁呀我 但也证明了他在师父心中的地位 在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决赛的时候 烧饼特地创作了感恩师父师娘的作品 您是我的一道光 将自己多年跟在师父身边 学做人做意的过程 用了几个点 揉进了15分钟的节目 搬上了舞台 还把师娘的声音都请上了舞台 烧饼 倒霉孩子不学好 一天到晚给我惹事 我真是我师娘 你能不能好好弄活呀 给我省点心好吗 这可是所有徒弟中的独一份 不但自己哭得稀里哗啦 还将师父和观众也看得眼泪汪汪 烧饼走过不少弯路 曾经有过调皮惹事 不好好钻研相声业务 也被退出德云社的演员带炮片 但最后的关头找回了自己 努力并好好说向着 如今也是德云社的当红小局了 与搭档曹赫阳两个人 拥有自己的风格 无论是专场还是商演 都是作无虚席 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走上更大的舞台 本期关于烧饼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我是德哥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